我整天看着和珅 哪儿玩去啊 和珅有点要看吗 您不是有圣旨吗 如若再犯 小心耳的狗头 我和阿姐啊 整天捧着圣旨 守在大门口 不准他出去 好 有这事 亲这晚亲 他没跟你戏手 他敢 有皇上在后面戳着呢 这什么词啊 说错了 有皇上在后面站着 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欺负我 那你没欺负他 我哪能啊 他毕竟是钦差大人啊 哎呦 您不知道 服务可大了 连他的清兵啊 都擦脂抹粉了 是 真的 这何大人就没有出去过 去过 他冠兰州府城 我们又怕惹事啊 所以才复命随心保护了 对啊 他进了兰州城啊 就找人打架 跟谁打架 跟兰州府城 因为自身金大燕带的人 金大燕带 对啊 我们俩拼命保护他 不知挨了多少拳脚啊 我现在腿还疼着呢 那何珅不是跟着你们的吗 他 他 他后来啊 他就跑了 就不管我们了 对啊 何珅你后来就跑了吗 何我哪能 你 你再说你没跑 是是是 就想起来了 当时我仨腿就跑了 我仨腿就跑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事 鬼使神差就做成这种 想来让人丢人的事情 那是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啊 后来我们都被抓住了 就提到皇上啊 他才放了我们呢 这点啊 何大人可以坐这呢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一提到皇上 他们就帮我们放了 对啊 那个金大爷丹说了 看在皇上的面子上 就说滚吧 你们全部 何珅啊 看来这次在兰州 你吃了不少苦头哦 怎么说呢皇上 这西北民风的确飙害 奴才这次是深有体会 对了 奴才正要奏命此事 请皇上下旨 则令陕甘总督 对那些犯伤作乱者 一定要严加惩办 以防他们做大呀 如此说法有何凭证啊 奴才有气肤之痛啊 哦 兰州报名 一个匪首 名字叫金大燕带的这 威首 那简直是无法无天 奴才当时面积军务在身 顾全大局才没跟他一般见识 他还谎称是八旗之后 言语之间对皇上大有不公啊 应该严惩 哎呦 这还很难呐 金大燕带 你自个儿出来吧 哎 哎 我说何山啊 你小子不地道 哎 在兰州的时候 你对老夫是福守天儿的 怎么 一跑到皇室身边 你就变脸了 哎 老子 是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怎么 人人皆知的金大燕带 怎么成了匪号啊 哎 哎 哎 你今天要不给我说清楚 瞧老夫我拿燕带锅子 我我我我砸你的脑壳 哎 哎 你叫皇上说说 哎哎哎 我这亲戚是假冒的了啊 啊 本身 本身 快给老前辈赔罪 本身 给前辈赔罪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吧 起来吧 你贵贵不吃亏 是 就说这奸良一案吧 你们所拆的 都是兰州的地方官员 可是甘肃这上上下下 地广人稀 就凭你们两个 踏破铁鞋也照顾不周卷哪 是的 还不都得靠着这个金子眼带啊 多谢亲戒 你们爽心爽大了 是 原来皇上早有安排 真是英明 英明啊 老夫教训你 那是奉皇上旨意 责怪你办案不累 怎么你还敢记恨于心呢 你啊 我说不敢不敢 皇上 老夫没有这个闲情雅趣 就不在这儿煞风景了 行 你先回去歇息 封场的事明天告诉你结果 哎呀 皇上你看你说的 这大清朝都是咱家的 啊 金某啊 尽心尽力啊 那么你们在这儿坐吧 老夫就走了啊 坐吧坐吧啊 前辈走好啊 你坐吧 哎呀 何山啊 我这亲戚就是这个脾气 别介意啊 这儿不敢 不敢 不敢 哈哈哈哈